那有沒有其他各國 其他國家的這個天賦異稟 讓你們非常羨慕的有嗎 有一個就是覺得說是因為 像很多亞洲人啊 他們通常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會看起來比我們年輕 那我也是就是 好像就是有一個什麼 一個一個基因啊 然後這個就是皮膚 曬一樣的太陽或什麼 就是我們的皮膚會比較老 比較快或什麼 然後會影響到我們的整個 這個樣子 外觀 對 外觀啊 所以我們就會看起來比較老 那這個就是因為是說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20出頭嘛 然後那時候 我在外面啦 大家都以為我是大概40歲 什麼 對啊 真的啊 然後就是 很多人就會猜我比如說那種 40歲的 然後我就覺得很離譜 然後就很誇張 你怎麼會是40歲咧 因為其實我剛來台灣 也是有一點微胖啊 沒有 他們就是比較成熟 你看12、3歲看起來 就很像大學畢業的 對 那時候我就是比較 我比較微胖一點 所以沒有那個生子 所以就是有一點那種 可能就是比較那種 中年級的那種樣子 然後加上我們就是比較老比較快嘛 所以大家都會以為我比較老 因為後來我也是認識一個 跟我同年齡的一個朋友啊 一個台灣人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們都 兩個都是22歲 我們出去就認識一些朋友什麼的啊 每一個人我們猜我們的落差就很大 因為他們都會猜他 可能就是那種大概22到24歲的那種 我就是接近40歲啊 30幾歲那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還有他這個朋友的 他的24歲生日 那我就去那邊啊 我那邊包廂裡面也是有一些就是女生啊 然後那剛好他們就是大家都是想要討論一下 那你們就是喜歡什麼樣的男生啊什麼的 然後就是有一個女生 他就是說了 他就比較喜歡成熟一點的男生啊 像馬丁那種 30幾歲的那種 然後我就覺得 明明就22歲出的啊 你才22歲 沒有24 24歲 他24歲的生日我覺得24歲 但是24歲啊 然後他們就是 就覺得我是30幾歲啊 我就這種 對啊 就不公平啊 你現在到底幾歲啊 我現在30 30 你現在30 我剛剛還想說他32耶 我剛剛想說他也快40了 對啦 不是 他是馬丁 你又來了 沒有 我本來是說 就是馬丁說的是真的 因為 昨天我去租外景吧 兒子瓜哥的節目 然後我帶我妹妹去 然後我們不是有租 瓜哥那個生日快樂嗎 然後我妹妹就是有一點嚇到 然後 為什麼他嚇到了 因為我就說了瓜哥的年紀 因為我妹妹是死不相信 真的不相信 他覺得太太太年輕了 我覺得外國人老得真的很快 比如說就是20歲的女生好了 她很美很美很美 真的是很像娃娃一樣 但是過了差不多五六年 她開始有一點變化 變化得很快 所以我就覺得 還是亞洲人比較好 這種方面的話 對 我覺得可能跟他們的妝 跟打扮也有差吧 可是 那個影子也有關 我覺得老外女生可能 他們比較早開打扮 可是到了真的是後面 就是不知道是保養的問題 還是曬太陽的問題 因為像之前我有朋友 他們就是一些研討會 有些小男生 就是一起來台灣 然後輸去幾次之後 就有兩個男生 就是很現隱情 你看他很開心 不是 因為我覺得有點離譜 因為他們是研究院 碩士生畢業 然後來台灣 然後繼續專研東西 然後他們就很殷勤的時候 我就說 我比你們大 然後他就說沒關係 他們喜歡成熟的女生 我就說 我的年...他們才26 我說我年紀可以當你們阿姨 他們就不相信 他們就以為是說 為什麼要這樣拒人與千里之外 然後後來我是拿了 我的護照銀本給他看 他說1977 我說對 1977 是不是應該叫阿姨 因為我們已經40出頭 他們26 然後後來他們才說 我們...他就說你們亞... 台灣女生都是妖精嗎 然後就說大部分是喔 真的 對 看不出來 因為他們40... 比馬丁大一輪耶 有到一輪 他19... 他30 他42 對耶 你找縫隙 你就是要來闖 就真的看不出來 盧學潤也比馬丁大啊 你不要講別人 你幾歲啊 我1978 1978 對啊 1978年 你也搭他一輪喔 對啊 這個時候他就說 他看起來真的比較年輕 盧學潤也看起來像大學生 但他也比馬丁大啊 他32耶 他娃娃臉啊 就是杏林啦 杏林 就除了小梁哥以外 怎麼樣 小梁哥保養得很好 八十幾歲還能這樣 好硬朗 哈哈哈哈 你還扯 我還沒進老票耶 很硬朗耶 很硬朗 對啊 我覺得巴西人 很會跟陌生人聊天 都不會尷尬 都不會覺得害羞什麼 恶性 像俄國人 我們的問題就是我們 隨便聊的話 被其他的俄國人 會覺得是有心機 或是做作或是什麼 可是巴西人怎麼樣 好像都覺得很自在 那像我之前去派對 那菲丹尼也在那邊 那菲丹尼就很厲害 她可以跟陌生人聊得很開心 她一直在笑 我不知道是假笑還是 還是是 我跟妳講菲丹尼真的很愛笑 笑點非常的低 我每一次在健身房 然後呢 我在這樣運動的時候 然後有時候 我覺得動作要看鏡子嘛 那一看鏡子 我就看到菲丹尼在後面這樣 什麼叫恐怖片啊 無時無刻 我這次心裡想說 你直接笑殺腳 到底健身有多快樂 但是妳知道是多麼的開朗嗎 比方說一個人說 嘿 菲丹妳好久不見 她說 啊 對啊 哈哈 不是 有那麼誇張嗎 可是這個是會認識 讓對方覺得 哇 這個人很棒 我喜歡 那我因為身為德國人 我就沒辦法做這些事情 如果你在德國那樣 他就覺得 你瘋掉了嗎 我自己認為這是我的看法 就是巴西就是好像一個 一個果子 一個火鍋 然後其他的巴西人 都是不同的料理 這麼說呢 除了巴西的原住民以外 所有巴西人都是混血 沒有一個不是 我爸爸台灣人 那媽媽呢 媽媽的爸爸是希臘人 那比如說菲丹尼 菲丹尼也是來自義大利的血統 所以我們巴西人 其實沒有一個什麼是 你是什麼巴西人 黑人 黃人 我們巴西全部都有 除了日本以外 最多的日本人在巴西 除了義大利以外 最多的義大利人都在巴西 所以我們就是這種小時候 就是會在同一國 接觸好多不同的 網話跟國家 然後我們就覺得 我覺得這個比喻很厲害 因為你這樣講 我覺得德國人就是很像 雜糧黑麵包 乾乾乾苦苦的 硬硬的 嗯 那安祖你覺得呢 我很驚訝 到現在沒有人還講到 所以我要講 就是我很羨慕台灣人 我很羨慕台灣學生 或者相伴族的人 就是我覺得 超會做筆記 比如說你去上課 然後有老師在講話 然後他在講一大堆東西 他說我講到這個 對 還有這個 還有那個 對 然後這些台灣學生 他們停進去 然後他們很 邏輯去想 老師大概在說什麼 然後他們很具體 都想好了 然後他們寫出來 而且字非常好看 就是很清楚 而且他們寫得不足 真的很清楚 而且他們的英文字 比我寫得還好看 因為美國人的寫字 真的很醜 對 對 真的很奇怪 我覺得台灣人 有些寫英文還蠻好看的 而且美國人 連寫數字都很醜 什麼二 五啊 我覺得他們那個比不好耶 沒有 更可怕的是美國醫生 美國的醫生 你真的不知道他在寫什麼 對 真的啊 而且除了筆記還有日記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這樣 可是我爸爸就是 我覺得我爸是真的有點變態 太誇張了 因為他是從 到巴西那時候的第一年 到神四年 在那個 我們有一個 那個 方數的地方 每一年有他的日記 每一年他都有寫 每一天有幹嘛 有幹嘛 然後我覺得是真的太厲害了 然後他就說 這個很有幫助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就是我們會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然後他就會回到 沒有 你沒有跟我講過這個 然後又怕一個日記的 哪一天 哪一夜 哪一天 對 你看 是這樣子發生的事情 對 好強喔 其實我也覺得台灣的學生 真的很會做筆記 也包括韓國就是亞洲人 就我覺得比較細心 真的 但是有一個 共同點 因為我相信很多大學 台灣的大學朋友都認同 班上只有那幾個 會做筆記的人才會 比較會做筆記 然後下課了 馬上就是我們 像我們這種不太會做筆記的人 直接跟他借就可以了嘛 都是這樣的啊 說實話都是這樣的 以前還有人要賺外塊 在賣筆記的有沒有 有有有有 對啊 然後那個寫字 但是寫字這個部分 我真的認同 台灣人寫什麼語言的字 都很漂亮 因為我之前叫一個學生 就韓文嘛 就是朋友嘛 然後就是我每次叫他做那個功課 然後他寫的字真的比我還要漂亮 然後我就覺得很丟臉 因為我是韓國人 然後我寫的字很醜 然後連我自己都看不懂 有的時候 因為中文字真的算裡面最難寫的吧 對 非常難寫 一筆畫 我自己羨慕的就是 來自非洲的黑人 因為巴西實在太多了 我住在巴西北部 基本上80%以上的人口 都是來自非洲的黑人 那為什麼很羨慕他們 因為他們在跑步這一方面 運動這一方面 是真的特別厲害 而且我小時候是不知道 那我為什麼會突然知道呢 因為我記得我大概 在國小國中 突然推那個跑步很有興趣 就是我們的學校 有一個很大的那個跑步圈吧 然後我就看到 大家在那邊練習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第一個 我不用了費太多錢 我就買個鞋子 我每一天跑 每一天跑 就可以學一個運動 然後那個學校會辦好多 學校跟學校的那些比賽 然後我就報名了吧 學校的那一天 我是真的執行滿滿的 然後 咛哩 GO 這麼前面越來越多人 嗯 越來越多人 那最後我是大概第四第五名 嗯 前面都是黑人 哇 都是黑人的同學 然後我其實第一次看到這個畫面 我就沒有什麼印象 我說好 我再繼續練 我記得大概那一年 我變了四次 幾乎前上面都是黑人 天生優勢啊 而且你們看到 我們巴西的足球隊 基本上我有一個白人的 音響上歌就是卡卡 對 卡卡 除了卡卡以外 基本上都是咖啡色跟黑人 這在我們巴西的足球隊 真的是天生優勢 對 就像是我們原住民也是都體育很好啊 是 還可以 對 體育比較厲害 棒球 籃球 對 你說到這個 就讓我想到就是我國小的時候 我國小的時候 幾乎大家都是白人 對 然後我們每次有 比賽要賽泡什麼的 每一年我都會得到 第一名或是第二名 但是我沒有想到 為什麼 我從來沒有想過 可能是跟我學童有關係的 真的 哇 驚訝 就是意思說他好像在吃蛋糕一樣 這麼簡單 Pizza of a cake 對嘛 你們以前真的跑步的時候 得名都是黑人比較多 對 真的 真的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要動動手指 就可以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喔 記得要按下鈴鐺 讓你收看最新的影片喔 如果還看不過癮的話 記得去點選這邊影片喔